現在我們要上個內容叫做PH值 第一個,水是一個很弱的電解石 意思是說水會解離,可是解離的程度很少 很微弱,所以離子很少 所以純水極不容易導電 我們會說純水不導電 水就解離出氫離子跟氫氧根長這樣 再來,解離方程式,水會解離出氫離子跟氫氧根 水會解離出氫離子跟氫氧根就是水會解離 可是解離的程度很少,解程度很少 所以極弱的電解石 所以我們說純水不導電,它很難導電 這個解離的程度跟溫度有關係 溫度如果越高,解離程度就會越大 我們所謂的常溫常壓是指的25度C跟一大氣壓 那麼在常溫之下,它的解離程度是這樣 氫離子濃度乘氧根氧濃度等於12-7次方答案 這個中括號刮起來就代表氫離子濃度的意思 所以中括號裡面S就表示S的溶積末濃度 溶積末濃度 所以25度C的時候,解離的情況就是氫離子濃度 等於氫氧根氧濃度等於10-7次方答案 是它的解離程度 解離度跟溫度有關,溫度越高,解離度越大 25度C的時候氫氧濃度等於氫氧根氧濃度等於10-7次方答案 而這個所謂的平衡狀態 我們後面就要教平衡 這邊就先代表平衡狀態 這裡要牽制到一點高中的內容 可是我們國中不教 就是平衡會有一種關係 什麼關係?國中不講、國中不教 但是在正、在關係告訴你 然後你要記住這個關係 但是我們沒有用高中的講法告訴你說這什麼意思? 就是相乘等於10-14次方答案 一個負7再乘一個10的負7等於10-14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 這個溶液不管它是酸性、它是中性 還是它是減性 不管它氫離子比較多還是氫氧根比較多 反正兩個相乘要等於什麼? 10-14次方答案比方 但答案是指的25度7的時候 那你的負7乘負7嗎? 就是10-14就是關7 剛才有一個等於10的負7 這裡有一個相乘等於10的負14 都是你要記住的事情 這個等於10的負14在後面 做某些問題的時候要用到 你要記住相乘等於10的負14次方答案平方 OK 這叫做它的平衡狀態 那麼純水的時候都是10的負7對不對 純水的時候都是10的負7 那如果我有酸呢 氫離子會怎樣?多一點 那如果我有鹼呢 氫氧根就會怎樣?多一點 那不管誰多誰少 相乘都是10的負14 所以我們酸會比如說氫離子 酸的氫離子會多一點 鹼會比如說氫氧根 氫氧根會多一點 但是不管誰多誰少 都是相乘等於10的負14 OK?好 所以你就會曉得 你就會曉得 我們的氫離子可以當作是一個指標 如果我比純水負7大 就是我多了一些氫離子嘛 就表示我什麼性?酸性 那如果我比較小呢 就是什麼? 相乘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中性嘛 跟水一樣對不對?中性 那如果我比較7負7小呢? 就是什麼性? 鹼性嘛 就是氫氧根多嘛對不對? 我比負7還要小的 表示你比氫氧根比負7大 就是什麼性?鹼性 所以這三句話的意思就是告訴我什麼? 告訴我說原來氫離子的濃度 可以當作一個酸鹼性的指標 當然你也可以說氫氧根的濃度 可以當作酸鹼性的指標 指標兩個是相反而已對不對? 但是我們習慣上是說 氫離子的濃度來當作所謂的酸鹼性的指標 所以我們來當指標 分別那麼像住口 太擁保忍了吧